寫好的那個公式把它輸出成VBA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輸出公式到那個儲存格 也就是說如果將來你實在不知道怎麼變VBA 很簡單嘛 公式總會吧 只是說那個方法你要熟悉啦 先被我們做蠻多的 另外的話呢 剛剛那個串接 概念可能慢慢習慣 因為END符號這個前面呢 是使用DATIVE這個函數 所處理完的結果 它會幫你丟到這裡 那得到的結果就是47 如果說你後面要串一個文字 串的話一定要用END符號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END跟前面後面有一個END 然後跟另外一組的什麼呢 這個也是個函數 DATIVE函數得到的結果就是9 所以9又放在這邊 OK 串接 然後又END一個什麼呢 一個字串 就是各月右有沒有到這裡 所以又一個函數所得到的結果 又放在這裡 然後又串一個千 所以你會不會一直都在串 那其實最容易做錯就是那個END符號 不過我是建議 以後乾脆用記我那個口訣 我覺得比較簡單 反正你就口訣 記起來我覺得 就很順順的就把它做出來 你又不用特別去找說哪個地方 其實理論上應該雙引號兩個END 放中間其實倒也不會做錯啦 OK 簡單又不容易做錯 但至少那個原理原則大概也要知道一下 那這個概念的話呢 其實就跟那個VBA 我覺得是差不多的概念 只是說VBA裡面有變數的概念 可以把程式寫得很長 可以分開來寫 不希望擠在一起啦 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一串 變成什麼 一個輸出結果 輸出到VBA的儲存格的話 那首先當然我們前面寫過 應該還記得吧 如果要做兩個按鈕 第一步的話開發人員 首先的話一樣什麼 先開啟Video Basic 然後裡面的話先插入一個模組 這應該都講過了 然後再插入兩段 一段的話呢 先做什麼 而且你可以先做這個 年齡清楚好了 年齡清楚 年齡清楚 這個 那打的方式 前面講過了 Sub年齡清楚 你的Enter 它就幫你出現了 然後再來什麼 For I 這個都固定的寫法 固定寫法 你就是打一個什麼 For I 等於什麼呢 第幾列 第十五列 到第十九列 所以你就第十五 到 這個可以慢慢把它 越打越 變成一種 什麼 固定的那個流程 然後再來做什麼 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 OK 因為我已經知道列了 所以我再知道欄就可以 輸出寫在前面 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 這個就是 這個IE就指的十五到十九 H的話就是指的是這個 所以就剛好 剛好這個意思說 我要輸出的這個範圍 實際上就指這個範圍 那可以懂的意思吧 輸出什麼東西呢 如果我要清除的話 實際上就等於沒有 這樣就寫完這個了 那年齡的話怎麼寫 很簡單把這個複製一下 把這個清除拿掉 差別就是後面的公式 把它拿這個有沒有 把它貼到這一段公式呢 你就把它複製 放到那個雙引號裡面 有沒有前天都講過了 那只是說呢 如果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你要變成兩個 有沒有 所以呢 我是建議呢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呢 利用那個 記事本 附屬用程式裡面 的這個記事本 你就把它貼上之後 取代 那取代的話 就一個 變兩個 全部取代 不管 反正這麼一長串 你就 我是覺得 將來如果你用那個手動的 很容易做錯 你用這個絕對不會錯 管它公式再怎麼長 跟各位講喔 幾乎沒有做錯過 OK 因為反正固定的流程 再來你把它複製了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來 不貼的話 如果貼不過去就要取消 不然油不要放在這邊 VBA它沒辦法切過去 把它貼上去 OK 再來的話呢 把它放大一下好了 再來就處理什麼 15 一個 兩個 三個 變什麼 變I 口訣一樣嘛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I 只是說呢 在VBA的AND前後壓空白 但是Excel的公式不用空白 差別在這裡 然後呢你就把這一個 有沒有 這邊到這邊複製一下 當然你也可以重做啦 不過我的習慣是複製 這個雙引號到這個雙引號 把它貼到下一個15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邊15 把它貼上 好 這樣的話 我們 就大功告成 試一下 如果OK的話呢 理論上就把它清除掉 輸出 你會發現 就 沒有問題 OK 所以以後 如果 假如你有很長一串的公式 也不用管 反正你就貼到記事本取代 再貼過來 把裡面的裂號 15有沒有 改一下 那你如果不知道有幾個裂號要改 很簡單 你就是直接怎麼 直接切下一個就可以了 有沒有 切下一個 15 16有沒有發現 會變16的就一個兩個三個 那就是要改哪些地方變I了 OK 大概這樣子我想 剛剛也不至於會做錯 這一招其實相當的好用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這個 剛剛如何把公式變VBA部分完成 那最後有一個地方 也是常常同學會問的啦 所以我順便講一下 就是說 因為這個後面的這一串公式太長了 它可能會跑到最右邊 那你變成你要再去捲軸 捲過來 才能看到 那個右邊的程式的話 如果你假設 你希望說 老師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可以不要捲 我可以把它分兩行可不可以 可以分兩行 但是你不能隨便分喔 你不能說我看到這邊 好像從這邊我按個ENTER 然後把它分開 它就出錯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分兩行 有固定的規則喔 那要怎麼樣把程式可以變兩行 它也可以 又正常運作沒有問題 特別是要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有加那個AND符號有沒有 AND符號 請你在AND符號後面的空白 記得喔 AND符號後面的空白 加一個底線 關鍵地方就是空白後面加那個底線 是最重要的 這個時候你按ENTER 移開的話呢 它就會把上一行跟下一行當成是同一行 OK 應該可以懂得邏輯吧 所以關鍵地方在哪裡 只要是AND符號有沒有 所以你就找AND符號後面的空白 AND符號後面的空白 然後加一個底線 也就在這個後面也可以啦 OK 所以你AND符號這個也可以 有沒有 這邊有兩個AND符號 那這個後面的空白 如果你要再加你也可以 ENTER一下 移開這也可以 這邊有沒有AND符號 有 這邊後面這個AND符號後面加一個底線 ENTER一下也可以 看你要分幾行 不過有時候也不用分太多行 分太多行 反而至少麻煩的 OK 就適度的 而且你們可以練習 主要是知道以後 如果你遇到公式很長一串 你又想把它分成兩行的話 記得喔 關鍵地方就是AND符號加空白的後面這個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主要 算是複習吧 OK 就是如果把那個 公式 直接輸出到 儲存格的VBA程式撰寫 因為這裡DATIF 它沒有更好的 這個VBA的函數可以取代DATIF 所以這裡我們就 沒有另外再用VBA的函數 來做這個 撰寫程式的部分 喔